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今天這條影片就是想分享粉底的用後感 我也做了長達一個月的實測 測試對象就是我手上的這一支 它是Make Up For Ever今年新出的星級版高清隱形 持妝粉底 HD Skin Foundation 我都可以說是Make Up For Ever的忠實用家 之前有用過UHD粉底 然後Reboot Foundation我簡直是空平了 多難得才有一支粉底都用完 然後見底就知道我有多喜歡和多常用 無論是拍片、拍照、平日出街都會用到的 所以今年看到他們出了這款星級版的HD Skin Foundation 樣子又很有趣,上網很多人都說很好用的情況下 上個月我已經忍不住拍了Get Ready With Me 給大家看看它的妝效 然後接下來這個月天氣變化很大 忽冷忽熱、大太陽、下大雨 然後天氣很危局、潮濕 全部都中了 我就想不如試試實測一下它 不同情況、不同活動、不同天氣的底下 用它是什麼感受 如果你有興趣想知道平日我怎樣用它來上妝 然後在我這個乾肌、輕熟肌的情況下有什麼感想的話 那今天的影片就真的不要錯過了 我們現在又由素環開始了 今天拍粉底片是一流的 因為我的燒烤瘡雙雖然平了一半 不過還是有一點點紅 一會就可以測試一下粉底的遮瑕度 因為今天我們用的這款HD Skin Foundation 是比較屬於清爽型的 所以我會用一個primer做一個保濕打底 它就是Make Up For Ever的持久保濕底霜 第一次用的時候我是有一點點害怕的 因為一支出來是橙色的 但原來推開會變透明的 看不看到有一種即時補水的效果 它是皮膚變得很柔軟 然後之後再上妝都會更加貼服的 它的質地是有一點點像保濕精華的 如果皮膚有一些乾、繃緊的情況 它都可以解決到 加上它不會有黏黏黏黏 或者很油膩的感覺 很快吸收 所以我覺得所有肌膚的朋友都可以用得到 然後就到我們今天的主角出場 我是非常喜歡它的包裝 好可愛 因為整個NUDE色 整個感覺很治癒 這款HD Skin Foundation 其中一個我覺得很厲害的地方 就是它出了18種顏色 所以大家怎樣都應該會找到適合自己的色號 我用的色號是1N10 前面的數字代表深淺色 1是淺色 2是中間色 3是比較健康膚色 然後旁邊的英文字代表肌膚底色 譬如我用N neutral 它還有Y的Y的Yellow 和R的Red 然後如果大家不確定的話 Makeup Forever是超貼心的 它出了迷美版 是不是很適色?很可愛? 說完顏色 大家剛才應該看到少少的質感 它是很奶油 然後很好延展 然後它有一個獨家的Microskin 眉肌貼膚網絡的技術 所以無論表情有多大 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歡笑 它也是很貼膚的 不會經常的 我習慣用它們的109號持妝粉底掃上粉底 它那些毛是超級綿密的 非常之簡單 擠一噴的粉底在粉底掃上 然後直接這樣 由面的中間向外掃 你會看到它是沒什麼掃痕 和非常之均勻的 然後遮瑕度是屬於中度至高度 看到那個黑眼圈嗎? 是遮了很多的 我自己就習慣一開始用的顏色 還是比較提亮一點 因為一會兒它就會變得比較自然 剛才一噴的份量 已經足以用到額頭 鼻子 下巴 我這邊是上了一層粉底的效果 差別很大 整個膚色是均勻了 提亮了 沒有那麼暗沉 而且那些瑕疵是遮得很好 它也不會很厚粉 是很自然提亮的感覺 有一點半霧面的妝後 不會完全沒有光澤 但也不是那種超級亮 超級油光的感覺 近鏡可以看到它有多貼 然後剛才的眉絲血管已經修飾了 現在好像天生的皮膚就是這樣 然後我又嘗試大力去擦 它也是沒有手指印的 是很清爽的 它現在設定好之後 還未上碎粉 已經不會黏黏黏黏了 你會看到我這邊設定好也好 它不會氧化得很厲害 兩邊不同色的 我拿一張紙巾 然後印在臉上 它是沒有脫掉任何的粉底 除了粉底掃之外 其實它們還有一個高清美妝蛋 這個是乾濕兩用 現在就是乾的狀態 讓我弄濕它 濕了之後它會大隻 然後蛋性非常之好 你也看到它是很綿密的 夏天用美妝蛋上妝 我會有一個小小的貼士 拿粉之前 你用定妝噴毛 噴一噴它 之後你再上粉底 持妝度會好很多 剛才一層粉底 遮瑕度大約有七八成左右 然後我再試用美妝蛋 它用後面圓形這個物料 首先推開它 然後剪開它 然後再用上面這裡圓形 尖尖的位置 然後引開粉底 推均勻它 最後妝感就會很完整 其實在我這個乾肌身上 它是非常清爽的 不是經常都需要定妝 但是如果遇到現在 這陣子天氣這麼悶熱 這麼焗 又很潮濕的話 我都會輕輕上一層的碎粉去定妝 這個就是Make Up For Ever的 超高清持久定妝物粉 把碎粉倒在蓋上 然後我們用粉泡 均勻地印開它 然後大家看到那些粉在上面 對摺 讓它完全平均地散布了 我印給大家看一下 它是會比較霧面的妝感 但是又不會死霧 它都會有一種自己本身皮膚的質感出來 很自然 然後是很長的碎粉 讓大家看看它幼細的程度 是完全不會顯紋理 不會卡粉的 大家看看 超滑的 夏天要妝夠持久的話 上完底妝 我們再噴一次定妝噴霧 離遠一點去噴 這個不會很勁水珠 或者很大力的 只是上完底妝之後 整個人已經差很遠 精神了很多 現在我就快點把眼耳口鼻 再跟大家說說我的用後感 在化妝的同時 我不如給大家看一些片段 因為今個月我一直都是用這個粉底 不同天氣做不同的事情 我都有記錄到的 大家也可以參考一下 今天是5月29日 快到30度了 我現在是由頭濕到六腳 看不看到頭髮一柱柱黏黏 但妝容還是很貼服很完整 現在是6點踏10左右 我做了全日夜 然後剛剛放了chopper 現在已經上妝應該有8至9個小時 底妝保持得很貼服 然後它沒有塞進去我的苦紋位置 然後之後 鼻翼位還是很漂亮的 今天我們恆常出來神溫 因為我很趕時間 我今天先化妝 一會兒衝一衝我身 然後畫眼影就可以出去做事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 妝容 我現在是超多好 就算我早上很快 很隨便上妝容 它也是很自然的 妝容都是很貼的 而且這裡已經出汗了 它是沒有溶到的 然後沒有把粉刺都起出來 現在是早上未到8點 我已經走完身回來了 好了妝容就化完了 不如跟大家說說一點用後感 我用了這款HD Skin Foundation 起碼都有一個月的時間 然後另外最經驗是它的妝效 以及它的遮瑕度 大家看到 完全沒有用到遮瑕膏的情況下 你也知道我的黑眼圈是多沒得救的 是可以出街的 這個月我真的省了很多遮瑕膏 平日出街 日常生活 我不想遮到它太厚的話 這樣兩層的粉底已經是沒有問題的了 然後就是它的持久度 嘩 我真的想說 今個月經歷了太多事情 我是沒有一天會溶妝 一塊塊 然後去到Carmen 很噁心的情況 全部都沒有 它是保持得很好 至於有沒有暗層變色的問題 我就覺得它的妝感 一天下來會越來越自然 但是不會氧化 不會暗到整個人面目無光 變橙變黃的情況都沒有發生 它是保持得不錯 還有如果你是油肌 或者是混合肌的朋友 一定很喜歡它很清爽的妝感 現在一摸下去 皮膚會像可以呼吸 不會有沉默 不會焗的 然後同樣是乾肌的朋友 你夏天不喜歡一些很潤身的粉底 你可以用它 不過我們的保濕打底就要做好一點 我真心是覺得這一款粉底 它是挺驚得起考驗的 然後它防摩擦、防水、防汗的能力 都是非常非常不錯的 如果你問我會不會有些擴焦位 就是在我這些乾肌的身上 它是很快設定好了 所以我們上妝的時候 真的要快手 不要慢吞吞 或者你剛剛點完之後 想一會兒、提一會兒 劇才繼續上妝的話 它的效果就沒有剛剛立即上妝的時候那麼漂亮 這個就是一點點要注意的地方 但是其他所有平均值 其他的東西 我都覺得是很滿意的了 對 這個就是今次我想跟大家做的review 真的試了很久很久 因為一開始 我都是覺得這款粉底在冬天的時候 未必那麼適合我這些乾肌 但是去到夏天不同的天氣底下 我可以試得更加清楚的話 可以和大家分享更加真實的用口感 我都覺得是很開心的一件事了 對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這個粉底測試和review的分享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給個like和subscribe我的channel 我每個禮拜都upload兩條新片 逢星期六天到三天和四天天就12點 我們下條片再見 Bye Bye tabii 謝謝 貓 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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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